明过73年这场大火夺走19条人命 民众爬出窗外挥舞毛巾求救 事发地点是位在新鲜北路上的 时代大饭店 也就是现在全台十大凶宅之一 进行大楼的前身 当时火灾发生 依然是二楼餐厅电线走火 加上大楼全彩玻璃为幕 门烧后就沿着饭店空调四窜 四伤严重 饭店负责人遭到法办 而且随即撤销登记未营业 事后还击欠了地下税 三十六万多元 被催讨并发拍 执行署针对时代大饭店 所持有的景星大楼土地持分 二十二点六瓶进行发拍 终于在四号的时候 三排以四千七百八十八万元 拍出换算下来 每瓶高达两百一十一万人 而一开始外界都不看好 景星大楼可以卖出 因为全东陆续发生过二十四人 非自然死亡事件 另一传闻不断 不止七十三年 时代大饭店火警 八十五年也是火灾 造成两死六十多人伤 接着又发生情侣双十命案 今年五月多 就有多户遭到法拍 其中还有新北市议员李婉玉 也是债务人之一 即便离奇案件不断 但因为未在精华地段 改建成套房 也有人不断转手卖 凶宅或许也成为 投资客的目标 记者杨格李玉锦台北报道